好 剛剛我們有特別聊到 李伯伯最近傳出來說 他有那個 實質的狀況 我不相信 妳不相信 不相信 我們待會兒來問一下 李伯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在開始之前的話 我先考栗婷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這個前面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道具 裡面的話 放了50塊總共有5枚 10塊錢有20枚 5塊錢有20枚 1元有20枚 好 我問你 50枚 50塊有幾枚 5枚 妳答對了 不是剛才唸完嗎 有什麼 不過這如果記憶力不好的話 馬上會忘記 但是我不是要考妳這個 好 我現在要考妳一件事情 妳不能看 不能看 我們假裝妳自己是在那個 掏口袋裡面的錢 這一把錢全部放在妳口袋裡面 所以妳不能看 好 麻煩妳把這個錢 拿出76塊 76塊 對 76塊 我覺得這應該考不到立體 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 妳的手就知道一定會胡牌了 好像有點難度喔 沒有 因為那個 五元跟一元滿像的 不對 妳這有點久了吧 應該是 50 我看 76嘛 對 76塊 那我 好 好 來 看鏡頭 來 給鏡頭看一下 真的 我答對了 她真的答對了 這樣子應該摸出來了 我剛剛沒有看喔 好 所以很厲害 這樣子是摸得出來的嗎 所以真的是算指尖運動 對 但是 這其實一般應該是考說 妳一般要記腦力 說我拿了多少這樣子 然後一邊妳還要自己下去算 但是妳很有可能妳會忘記 妳有可能妳就算到一半的時候 會忘記 那我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就是 健忘跟絲字到底有沒有關係 對 好難分明 其實這兩個有關係 又沒有完全的關係 但是在做這個之前 我們一樣也來做一個小測試 好不好 好 所以測試大家 因為大家的記憶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做一個進階版的 一般的絲字 我們會給它三個 可能形容詞 或者是三件東西 讓它去記 但今天我想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很好 看看妳能不能記得住 然後之後 我們再來考考大家還記不記得 好 記好喔 第一件事情 就是 方形的房子 圓形的車子 三角形的椅子 好 就記這樣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再去 繼續講下去 健忘跟絲字 兩個其實有相同的地方 跟沒有相同的地方 妳剛剛講什麼事 我已經講完 到三點的記住了吧 我跟你講 妳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聽妳後面講的話 我們一直在想那個東西 我已經忘記了 妳趕快 妳後面還要講什麼 加快妳的速度好嗎 好 所以剛剛已經跟大家 講的那個部分 妳就把它記住 那最主要現在今天 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因為絲字裡面的話 第一個很大的重點 大家一聽到絲字 就是跟妳的記憶有相關 所以就會講說妳的短暫記憶 到底會不會出問題 所以我剛剛跟妳講的東西 妳應該要記得住 妳才不會出現 短暫記憶的問題 因為絲字能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遙遠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它記得非常的清楚 最近才剛發生的事情 它可能就會忘記了 那這個部分呢 跟健忘 有點不大一樣的地方 是在哪裡呢 是 健忘它會出現說 我短暫的記憶可能 短時間內 我可能記不起來 可是過沒多久 我記起來了 而且我知道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說 可能當下我怎麼樣的情況 沒有在注意 沒有花點時間去了解 所以我沒有把這個東西給記住 但絲字是不一樣的 絲字的健忘式變成是說 他真的忘記這件事情 他不會想起有這件事情 然後當別人從旁邊來講說 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根本沒有妳在騙我 所以就算再遠再近 他都忘了 遠他會記得以前的故事 現在剛剛發生的事情 他可能就已經忘記了 那所以你當去提醒他的時候 他會很生氣的跟你說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在絲字裡面 還會多一個情緒上面的波動 跟我們所謂的健忘不一樣 健忘不一定會出現 那這個部分的情緒 就有可能會是一個比較 無法控制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你的健忘 是可以讓你想起來 你覺得是OK的 那這個不是實質的問題 但是如果這一件事情 讓你忘記了 但是你想不起來 別人告訴你 你還是不記得 有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有可能 這個部分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比較 我之前碰過一個病人 他是帶他媽媽來 那他也覺得他媽媽有就是 輕微的失智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媽媽以前是在菜市場 他是賣那種醃漬菜的 那你醃漬菜 早上起來要做醃菜 那醃菜的步驟他會很清楚 那是他媽媽的強項 就是你今天菜洗好弄完了 你要加鹽 可是他發現奇怪 他媽媽怎麼這一陣子 他的醃漬菜都很甜 就是他原本會做的事情 原本例行性會做的事情 你忽然不會做了 他媽媽就是做泡菜 他發現棺材他媽媽在做菜的時候 奇怪他怎麼原本在做菜 他應該要加鹽的 他媽媽忽然加糖 然後就不知道自己 就是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你要注意家裡長輩 如果原本就是他會做的 他的工作上他會做的 但他忽然不會做了 他有回過頭去問他媽媽嗎 有 但是他媽媽就是覺得 忘記那個步驟要加鹽還是加糖 所以他就會覺得 好像是糖吧 他就加糖 對 可是他已經做了 30幾年的泡菜 他怎麼會忘記 這個步驟是要加什麼 他應該是要加左一眼才對 現在比較在意的是 陳醫師什麼時候要問那個問題 等一下 時間到了 之後我會再問大家 忘記學哥了解 怕他忘記 你現在還在想這事情 但是剛剛伊犁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李伯伯 您好像就是因為忽然 發生了一個迷失方向 對 剛才醫師所講的 我會記得最久的 甚至我現在可以記得我六七歲的事情 都記得很清楚 甚至於我可以回溯到五歲 我都可以記得很清楚 好強喔 但是我現在會忘記最新的 真的喔 但是有人提示的話 我還是可以記得到 像他剛才講的方形的 方形的房子 圓形的屋子 三角形的什麼東西 我可以記得 這個叫認知 這跟失智是沒有關係的 失智就是你戰事的這個 就是你在剛剛發生的這段時間 是一個空白 完全空白 完全想不起來 那一段時間是什麼東西 比方說我有一天去要到郵局去 郵局從我家出門 然後左轉就到郵局了 結果我無意識的就一直在往前走 但是我也會躲避車子 也會知道在靠路邊走 也會走人行道 完全沒有什麼差別 安全 對 但是這段時間我走出去 突然走遠了 走到另外一個巷子 因為我說 我怎麼會走到這裡來 我要幹什麼 突然想不起來了 後來想起來要去郵局 那我怎麼會走到這裡來呢 這一段時間的所有的東西 完全到現在為止我都想不起來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我變成這個樣子 完全無意識 但是你對路上的車子 你會讓你對紅綠燈你會停 因為我還經過一個紅綠燈 所有東西都是按照這 一般的正常在走 但是你忘記了前面一段 完全記不起來 所以李伯伯你是只有那一次而已嗎 就是那一次站在路口那一次 你有被嚇到就對了 有被嚇到 我被嚇到 然後我就去找醫生去問 他就給我先做了一個核齒公認 現在結果還沒有出來 然後最近還要做一個認知 認知檢查就是剛才你講的 方形圓形和三角形 這是一個過程 像我都可以記到 不算是 認知 認知上不算是有問題 但是我那個過程是我嚇到 我嚇到 然後我就是 一般的老年人 所以會失智 他沒有去注意 因為他是漸進的 你這是可以 我的想法 他是沒有辦法預防 但是他可以減緩 對 就是我做很多陽光的工作 因為我 所以有這種現象發生 因為我在我的開頭就寫了 因為老伴走掉 再加上兩年的這個閉關 讓人憂鬱 讓人這個自弊 讓人不開心 這些都是 我相信是 私自可以防備的 還求你開心 開心就可以讓一切東西 都可以這個 可以比較好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希望能夠走出來 對 過去兩年 我不但是不出門 連電視台的邀約 我都不參加 很多我都不參加 訪問啊什麼我都 就是自己天天悶到屋子裡頭 我一個禮拜不出門 只有禮拜六去菜場買一點菜 然後可以維持一個星期 可以坐到椅子上一天不動 一天不動啊 就坐在椅子上面 對 那你不會去早上或者是中午的 下午的時候去公園什麼走一走 走一走 真的 連門都不出 所以那個慾望也全部都沒有 完全沒有 什麼慾望都沒有 所以我最近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想到我要 要開始有一點點 到外面去動一動 對 要開始 我先過放一些 對 走一步 好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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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幾步 走小蝶子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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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步